这是 这里是快船 让我回去 谁要能回去复仇 让我做什么都行 男性 爸爸给你30%的股份好吗 我同意 哥 朱镜泽 朱凡熙的哥哥 不对 不是姓哥 不是真正的这家大小子言 不对 约定不对 本次任务 二 长生 先说好 任务这么难 远砸了可别怪我 传送到解释 三 二 一 传送成功 五 头 痛 我衣服呢 是周静泽 我做事没脑子的人 居然因为被前那个江景言甩 自杀进医院 我跟手炮 那个专时出现 自杀 人终于喝下了还有大量的水 被加热 不自杀 我根本就不是自杀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自杀我不在了 刘灵芊 查查周静泽对我的好感度 好感度 你30% 这么低 周静泽 你怎么瞅心 你 4 你 还身上到 你 你 不行 你 他还经常 听 哥 我知道错了 你吓死妈妈了 混什么活 还不是你惯了 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 父亲严厉 手输你 是吧 这个周静泽看似心发灼奇 实在烈火烹牛 怪不得知道自己不是青春的那么害怕 到底是谁想你的命呢 素素 小猴子都在周静泽了吗 当然 好戏开始了 刘灵芊 周静泽谈生意 为什么来着 周家背后的夫妻产业 都由周静泽负责 合作一块 上 一眼那里若大小姐偷偷跑出去了 知道 他肯定要找我 有了有了 警告一目标好感度 减二 当前好感度 二十 周静泽是不是有病了 对不起 请你喝一 血泥得下来不及 滚开 装什么恋 别给脸不要脸 我现在很生气 你别惹我 你敢打我 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是吗 追 启 走 就 就是为了被人追 不明朗的 能不能 可真是越来越越出现 小子你谁呀 我警告你 你爱你 我哪怕我来不及 林奇 这就是周金泽的那边助理 副司令 是 有病啊 你 你们 周总 周小姐 张经理 你可算来了 赶紧他们拉出去 打一顿 说什么 这是周金泽的少爷和大小姐 跟你道歉 赶紧李竟然经营不好意思 那就换个人 四六 明天让人说 给我一个回答 你给我回家 老老四十台 我会告诉爸妈 严家看 我 林奇 周金泽呢 四周 现在已经想到十两 周金泽在这身边 昨天还掉了两个好感度 真是搞不懂周金泽 大小姐 理解 周金 我哥他进得去哪了 少爷他这期间都不会回来 这间公司比较忙 那我不是跟你见不到他 不行 大小姐你去哪 你不睡早饭呢 我们可能都不会习惯我 但我一直在对她 另一样 店女都不沉了 他就是个一生 别的女孩 如果她就有这一种 他就是个冰山 他就是个冰山 别的辣子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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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来这有什么问题吗 原来是大小姐啊 张总监 蓝总监 这不是周凡希的前男友吗 她肯定认得我 周凡希 是极其的前男友吗 啊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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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呀 总算知道为什么你宁愿住公司都不回家了 你呀 不要一个人承担家族的过足和责任 这些事情说到底都是父辈的纠葛 这些话就像什么 那是说明我成长了呀 我哭了 小心 周家黑到起家 做尽坏事 父亲把这堆烂摊子丢给了我 所以这么些年你想以一己之力把周家洗牌 什么是洗牌 做出的措施没办法改善 黑就是黑 人生的再好 我会和你一起承担 我可真是太善见人业了 你 这堂烂摊子业 那个蠢直男去哪儿了 我先进去 我再说 喝谁啊 Mindy Mindy 赶紧这个人不好对付 你得更理性 你知道你有什么 自己的练习吗 小姐没有要求 还难办不能进入 蓝大小姐 天天不好你就换我哥子吗 我们分手吧 这不是我的钱 钱先钱又有这张心吗 想进去 你确定吗 求你了 这还是第一日 就知道你在这里 关你果然不好 看好了灵灵心 哥 你怎么来了 让你先聊 这就是你 我怎么过水了 我怎么过水了 我是香锦岩的女伴 你还喜欢香锦岩的小子 香锦岩 蔡飞溪 you got a big you got a big you got a big I got a big tissue you got a big tissue Selah 周佛西 你替我等着 哥 哪一结合 我去喝茶 这人我也太难了 负责助理 你很咸吗 周少爷想喝茶了 快去泡茶去 好 这里是公司 不是你家 你凭什么对负责助理 一直去使呢 明明是我在帮负责助理工作 不然 他怎么能闲到跟你聊天 哥 你都要长穿自文了知道吗 少爷 让西小姐亲自为你跑茶 他刚一别在 哪有时间给我泡茶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吧 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好感觉啊 我一场恨不及 我连不一顿 光明 所以没有 听不告诉你啊 我的爱情 不告诉你啊 这好感度 怎么卡在巴士 我不长了呢 想不想 我们就是女儿 真是长大了 也许是长大了 也许是长大了 你会担心 你会担心 那你只能打破兄妹壁壤 揭穿身份 你想怎么会担心 看起来 你醒了 白熙 白熙 怎么还有一块 怎么还有一个 现在都不见了 你还没事吧 走吧 医生 情况怎么样 两人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但一失血过多导致昏厥 现在急需浮血 你是家属吗 臭我的吧 不是大哥 这不可能 肯定是你们搞错 不会错的 周女士的血型和您对不上 不过 另外一名姓温的女士 和您血型完全相符 有没有这种可能 您上次走得太匆忙 认错妹妹了 不可能 我跟我妹妹生活十多年了 我建议您做一个DA检测 你确定樊琪 不知道周氏的秘密吗 阿姨像不关心这些 以后 文底就是周家前进 周氏 必须和樊琪 断绝关系 爸 樊琪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子 但她毕竟叫了我十八年的哥哥 信泽 以后这件事 你就不用插手了 上海分公司那边出了点事 你去处理一下 爸 一天不思绝的时间会守你 神秘密翻山越岳离 你怎么了 神秘密追着日落 小蓝 这一定要在你暗中照顾一下 对象 神秘密 是时候醒来了 老师姐 周氏 必须和樊琪断绝关系 是时候醒来了 老师姐 一部 离开都家 你怎么在这 洗开那是我的位置 樊琪 你还不知道吗 老头子 你让女儿穿饭再说不行吗 女儿 睁开你脸 你好好看看 我周振华的女儿 在那坐得好好的吧 你们在说什么 妈 这是什么 不要我看看 妈 一定是搞错了 你根本不是周家的亲生女儿 Wendy才是 妈 他说的是真的吗 在周家 你要吃就吃 想住就住 但从今以后 周家的女儿 只有Wendy一个 恭喜你啊 周家的 小心 让他走 第二步 辞掉工作 火哥 不 周静泽呢 你先冷静一下 少女出差了 应该才回来的飞机上 你说了 Wendy才是周家的真情 他呀 是个冒房货 一切竟在掌握着 喂 少女 三级也算好 给 不死留在军军 要不要杀掉他 不要 我身陷险 让周静泽救而不得 他一直责 这好广度自然就上车 你看 说曹操操操到 我不能 到了 pratique 我 听说 为什么 我 做 怎么不接电话 天你们也不欢迎我了吗 你在哪里 怎么几天不见这么落魄了 来看看喝那杯 对 现在应该叫你温小姐吧 知道你对我们都做出什么了吗 看在你以前老买单的份上 把这瓶酒干了 咱们凝水不饭喝什么 好 不想我 不想看 你敢打我 你吵不吵 吵太多了 雷夕 少爷 我回来一次就怕 和西姐出事 尸 小营 我要戏呢 说 你肯定 我们黄绰的 真减 最后不准在六家族关系联系以前的自家子里 赶紧过过自己 平时都说好不容易亲情 养了十八年的人 说赶紧咱们就不出家了 我不说话没人把你拦 你们别吵了 周金泽 送我去见我亲生父母吧 四六 去问家 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来得正好 好人过了头了 知道谁是你亲生老子了 赶紧先拿一百万出来 再动手动手 把你手给剁了 这里没有三十万 就当做你们生我的报酬 等等 这么点钱 就把我们打发了 你不是想要赚三十万 还是想要坐牢 关你不报总是有女的 她的养育者 我可不一样 你脱子到五年 不知道被这三个人 你脱子算是心生出户了 不过还好 享受了十八年的荣华富贵 都说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奢难 我不这么觉得 奢无分文 反而一身轻松 我还真怕 你像上次那样 许子觅活呢 讲紧言 别往脸上贴金了 对了 哥 我上次真的不是要自杀 是有人要杀我 等我醒来 就在医院里了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说呀 害得我背锅 因为杀我的人跟我说 我不是周家的亲友 所以你早就知道 对不起啊 哥 也能早一点 还你一个好妹妹 怎么会呢 只要你愿意 永远是我们的 四六 杀进入是谁要害本性 好感动 家人 都不好感动 天一千 留下两个任务 很快就能完成了 还差十点好感动 能周静泽这个工作狂魔 帮我查明尊修 完成任务值 可待 为什么我们不接受 周静泽的自己 这小人 有什么难受 你不用说 我不用 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再苦再累 自己受罪 女人认识依赖 男人就不会珍惜 每枪踩人设 才是南墨女类的王道 有年纪 条学的还有很多呢 房子虽小 但很温馨 不知道室友是什么样的人 这房子这么乱 采光又不好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能和男生合作呢 还说这种男人 我怎么了 我又不是人 几天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沦落到 跟合租的比赛 需要我周氏集团的接济 你不管太靠 白希 你确定要和这种 居心不测的水 不管怎样 反正我不会再接受周氏的事情 白希 周静泽 你不是工作很忙吗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快走 拜拜 拜拜 快走快走快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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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单金你也舍得出来 从并有个鱼鹿的枪吧 老实 我也没买菜啊 妈让我带来 周静泽 你在这干嘛 妈说想见你 让我来劝劝你 你跟周太太说 我最近比较忙 我回去了 那你下一步什么打算 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秘书 助理 还是文元 演员 怎么 很出心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 我好像从来没有问过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啊 我喜欢你啊 周太太 糖醋里吉 辣子鸡 旅游 追剧 还有江济言 我这个人很简单的 江济言就算了 好可对 当即是文件 际言 请问你 我还说 五十一 五十一 两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五十二 五十一 一 六十二 六十一 二十一 六十五十一 喂 我面试通过了 谢谢啊 我有工作了 你根本就不是这份鞋 这不是温帆戏吗 怎么沦落到靠拍广告 我都挣钱了呀 自食其力 没什么不好 开始吧 嗯 再过来一下 你这不行啊 你得蹲下 行不 还可以跑去吧 算了算 我还怕什么 行不 下一个 好 来 看一下 完整度很多 辛苦了 收工了 这就收工了 你干嘛 哎呀 烦西 你帮我干嘛 快掐探 快掐探 少爷 你快过来吧 我你的心烦西 这可是高定的裙子 你干嘛 可得赔 这位阿姨 她们嘴是伸到天边了吗 能帮到你 你算哪根子 也别跟我说管 白氏你别怕啊 我今天就是热工作 也要用大致的死 我家每天列镜的 一有迷失的把你开闪 裙子我会配 但是你当然要配 而且温凡西 你记住了 你已经不是周家大小姐了 我想怎么才 就怎么才 我今天就是热工作 也要用大致的死 一有迷失的把你开闪 温凡西 你记住了 我想怎么才 这不是等你来救吗 早晚都要让她撒气了 我欠了她十八年的人设 她只是破杯咖啡 不过分 坐 你看到了 是她最愿让我到的 说是从天需要 以后 咱们两清了 你带着回来 回来 你想了没 原来你说的家 是周家 你以前的衣服都在这儿 衣柜 左边你三条裙子 配上穿的这块衣 我都忘记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 刚才问李嫂 可我们刚刚一直在一起啊 你都没有和李嫂打招呼 你都没有和李嫂打招呼 难不成 你有独心术 那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都没有和李嫂打招呼 你看你朋友回家怎么不体验说一声 大提 妈妈我喜欢白琪 妈你不是一直希望白琪回家吗 我也不是用这种方式 你不是一直希望白琪回家吗 你不是一直希望白琪回家吗 喂 白琪我朋友的剧组说缺一个女朋友 你要不要去试试 老人说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 好啊 你干嘛 剧情就是这样设定的 你不知道吗 丁琪 问你是不是在附近 这种好事肯定少不了他得尝 好 很好 放心 再来一遍 好 再来 我哥是这个剧的金主 谁要你按照我说的作 下一部剧是鸟子的戏 你还是打你主 嗯 我去客气再和周总过来 好 咱们继续啊 三二一 开机 谢谢 你是谁啊 谁让你进来 周总 周总 大家光临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周总 当一部最大投资人 周总 辛苦你啊 辛苦你跑一趟 周总 我肯定说 那我可以 好 收工了 你能不能别老是来看吧 这让人说醒话 那很想 周总 回去回来吃饭吧 不是说没有关系 不再联络了吗 妈 我带凡希回来吃顿饭 凡希回来了 周太太 怎么这么客气啊 来来来 小李啊 今天晚上加两个菜 一个糖醋里集 一个辣子集 员工了 希希啊 你现在怎么样啊 你都住哪啊 你都做什么呀 我现在租房子住 尝试在做演员 过得还不错 周太太 不用担心 凡希 我有事跟你说 女星温范希 带自镜组 强行加戏 凭一己之力 毁掉整部剧 这怎么回事啊 这多半生 你搞的鬼 我会处理人 这还行 妈 哥 你们看见他 小小人都黑掉了吗 我该 这是三百万 以后 我不许你和我儿子见面 我不想因为你 败坏我们周家的名声 周先生 我现在叫温范希 您没有权利了我 他和周静泽 我建议您直接要求他 给我原意 温范希 你别不是好歹 兄妹相恋 这串东西 我周家延灭何在 我和周静泽 已经不是兄妹关系了 说到 还是为了你可笑的面积 你 这么久了 周静泽怎么还没查到凶手 还有一种可能 周静泽已经查到了凶手 却碍于血缘至清 许子隐瞒不说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不是他喜欢啥 下不了手 观点 你哥喜欢我 这个家和公司最后 都是我的 你 别有好意思 你闭嘴 这小妈和哥同意 那也不会让你得成 那你以为 爸单独跟我谈了什么 没力气 身家幸福就交给你 你必须觉得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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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戚 要亲戚 求我 我认识工作 我还能 变形 我感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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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了吗 我感觉不得 哪里 我感觉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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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周静泽赶出周家 被周氏集团出名 现在正在被网报 网报 周静泽干的 一向成文远近的周静泽 也会这么冲动吗 少爷 温迪 死了 什么 怎么死的 人音切 是周静泽杀的温迪吗 不是 还在查 但是 说 但是 先控你的人员 是少爷 现在问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公司高算度数 少爷为了争夺家产 杀害了自己亲妹 我处理点事情 我总觉得这事都不怪 温迪那通电话 到底是给谁打的 傅思流刚才紧张什么 那个被周富杀死的刘四福 傅思流 傅思流 李 李林天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帮你 随时紧张 谢谢公司 思流 你是爱反谢的凶手 还有公司的那一顿 踏的寒 高 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是 蠢直男 等我 将军言 周定泽有危险 你是负死流汤杀周定泽 都是几顿 这都是几顿 原来七 是无目标可能中途死亡吗 师傅 再快一点 为什么 你还记得刘四夫 刘四夫 我不期望你为他爱他 他没想到你那天 忘了他 十年前 那个被别人杀死的刘四夫 周定泽就是这么告诉你 刘四夫 到底是你什么人 十年前 周定泽把老对头刘四夫的公司逼到破产 刘四夫在外躲债 并过年都不敢回家 后来得知自己老婆在大年三十晚上 一冠不成的死在了来讨债人手里 那时候肚子里还怀着五个月的孩子 参加葬礼途中 被埋伏的周定泽杀死 当时刘四夫十岁的儿子刘延 就堵在树林护树下 亲眼看着这一起 我就是十年后的流言 有什么事 你出周家来 为什么要牵连凡西 周凡西 他本来就是个猫二皇 要快就快 他得到了周氏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本来想先杀了他 再杀了你 然后让周老公的三罪证据给他判个死刑 李敬哲 李敬哲你在哪啊 我就是十年后的流言 李敬哲你在哪上库我在仓库 别动 你猜猜我为什么选一楼 正好 放下你手里的东西 你就是个疯子 我承认我们家对不起你 但是周氏集团上下一千多个员工是无辜的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 看到你们周家越惨 我就越痛快 邱静泽 邱静泽 你在哪 邱静银 邱 叫你俩名字呢 怎么不答应了 你要想来你 别打了 你来干嘛 走啊 邱静泽 你疯了 哎呦 你叫我名字 你叫的这么好听啊 是我们周家对不起 不要伤害百姓 好歹 周老狗怎么还不过来 再不过来就先杀命 再杀了 和周氏仗个片家 不过 我绝对不能去 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 我们才失去儿子啊 这就是个局 一个为杀我设的局 我们报警吧 你想毁了中将 这小子手里有我杀人的证据 绝对不能报警 那个是你的亲儿子 难道你就这样死不救吗 我说不去就不去 110吗 我要报警 007 降低负司留1000毫升的血量 剧情刚潮 正在录制 不能选吧 这也行 看来那个周老头一点都不想救你 Wendy呢 Wendy啊 她死了 是你杀的吧 我不想杀她 但是她太不可哭 有呼吸 事已至此 她就必须死 雷夕 住手 怎么了雷夕 Wendy 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呢 这么转 这样会暴露我的 你把他招进攻击 处处照不得去的他的信任 就是为了把他当枪使 你有什么脸说啊 始作勇者明明是你吗 周静泽接手公司 从来没有做过违法的事 上一辈的恩怨 不应该由他来承担 收手吧 我们被周将感情杀绝的时候 谁也要收手了 费西 一定要坚持住费西 不要 我知道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啊费西 千万怎么有事啊费西 我还没听见你说我爱你呢 费西 费西 好 你不用说了 是不是自杀我不在了 周费西 溜出来就为了被一群人追着他 哥 我帮你把被偷的文件偷回来了 知不知道这么多费西 拍马屁拍马蹄子上了吧 越来越没点没想 你在哪里 费西你怎么不接电话 这几天我不在 你按照照顾一下费西 费西 你再动手动手 我就把你手给剁了 费西 叔叔走 费西 是我没保护好呢 爸 妈 我喜欢费西 我喜欢你啊 没有你 我无法和续 我不能忍耐忍了救命 只是我还没有 忽足勇气 他没有 对不起我 爱你 就算你 是傅子流 他要杀 九丁哥 是我们周贾 对不起你 不要伤害 白希 是不是没有照顾好你 是 白希 姐姐姐姐姐姐姐 小朋友你找谁啊 我找周章哥 他是我爸爸 哇 雯鸫 伯伯 伯伯 哎呦 谁啊 我们 姐妹们 老板竟然结婚 他 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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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妈是 我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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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镜子 你点 那个南风集团的说过计划 就先暂定这样吧 大家没什么时间下班 多灵溪 放学不能我接你回家 自己偷溜出来 说是不是小爱子 对不起 我错了 凡心别生气 你的错一会再说 我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一下周灵溪 不是灵溪 你别拦我 你要怪灵溪 老板一会就会 对不起 老板对不起 老板竟然在办公室玩这个 最后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林林青 能量积攒得怎么样了 多久开启下一个任务啊 能量积攒已完成 速度可以随时开启下一个任务时间 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虐寻 这首相